就说slate value就是选取时候的词嘛 对不对 那你要你你就可以去挑嘛 比如说里面的话呢 有没有一个叫slate slate的什么呢 有item嘛 那item的话里面会有项目 哪一个项目 然后呢他底下会传出来给你有没有 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属性 另外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呢 他如果是属性的话 他一定是一只手拿着一个什么 他属性的那个图示出来 那如果是他是什么呢 事件的话一定是闪电 那如果是方法的话呢 那他一定是什么前面是一个这个有点像一个 那是什么一个方块 那其实里面的话会有个slate的index 那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话也会告诉你 他这边的话呢是取得什么取得这一个控制项 那其实这控制项这么一长串的其实重点在后面这地方 取得这个控制项里面的什么呢 这控制项里面的 这个所以 所以你enter之后的话如果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就 如果他里面的值等于 0的话那表示说他就是什么 word 那这些我们也不需要value 这个地方 等于1的话 那就是 这个asp 等于1的话 这边 点 slate 你这边slateindex 等于1的话 OK 这样的话呢 0跟1 我没有做 太多的改变 你把它save之后 run一下 你会发现呢 run出来的结果 其实会一模一样 你点了 这个 他其实不是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value值 点了这个之后的话呢 他是透过那个index的判断 因为他 这个是0 这个是1 所以我点了这个的话 他判断index 会 传给这个事件触发 会传过来是一个1 对不对 那传进来之后他就知道 里面是1 那就会有跳出这个 那点了这个是 2 不是0 也不是1 所以是else 是反之的话 那就是 3 所以这部分就跳过来了 OK 所以两种方式 各位都可以试试看 一个是select value 一个是select index 那你说哪一种 比较 比较好 其实就看你程式要怎么写 看个人习惯的问题 好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各位试试看 select value 那等一下的话 也各位 也可以试试看 这边 再把程式呢 也稍微看一下 如果你等一下写完之后 可以看一下在我们控制项里面 还有一个叫radio button的东西 那这个radio button 你用的非常的普遍 而且 其实 这个观念 无论说你是 开发视窗 vpdarnets 或者是开发那个 这个网页 或者手机上 一定都会有radio button 这种东西 他的位置是放在 这一个 这个地方 radio button 那请各位 先 如果做完的话 可以先试试看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一下 如何把 同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部分 把它稍微改写一下 改为这个radio button 那么 好